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关于降低投票年龄 从21岁到18岁 你怎么看呢 你在收听的是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我是支持这项决定的 而且支持这项决定的 并不只是我 还包括了西盟的成员党 以及不少的公民组织 因为他们在大选之前 他们已经提出说 21岁年纪稍微大了一点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早熟 他们懂得分辨是非 所以应该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 就有这个投票权 但是如果把它降到18岁的话 对马来西亚的证据 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确实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首相敦马怎么说 他就说他相信人民如今 就是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 可以做出一些省思还有判断 所以他说这是值得考虑的 而且也可以遵循 其他国家的一个做法 他就说这个建议 其实也是考量到青年对于公共政策的一个回应 因而就是令人关注到投票的一个重要 大选之后我们知道509的这一个国家的政权 就是经历的是一个比较和平的转移的过程 所以他认为这也就是彰显了人民的力量 他说这也是一种马来西亚的模式 那么这一次的509大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出来投票 而且这些年轻人当中 他们主要的都是西蒙的支持者 不敢说全部 几乎大部分都是西蒙的支持者 所以他们的投票倾向令国阵措手不及 因为他们支持当时还是反对党的西蒙 因为年轻人他们比较有批判性 同时也对目前的一些现状 有一些本身的看法 也有本身的这些不满的立场 所以降低这个投票年龄 对西蒙或者是对反对党是有利的 不过如今的反对党已经不是西蒙了 而是国阵 那么国阵能不能够做好 他们反对党的这个角色 扮演好反对党应该扮演的这个功能呢 那么目前为止还看不到 国阵有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准备 不管是监督政府也好 还是当一个有效的反对党 都还没有看到这一些的这个准备工作 那么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外国 比如说美国英国澳洲泰国和印尼 他们的这些法定的投票年龄呢 已经是定在18岁并不是21岁 是没错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其实降低投票年龄呢 这个建议呢 其实也获得很多的青年组织的一些支持 比方说龙雪华清团长呢 谢光亮他就表示呢 年满18岁者呢 其实一直以来在马来西亚都被当成是成年人了 那如果犯错的话 也必须要面对呢 这一些刑事的责任 所以呢 年满18岁者 其实呢 也应该赋予呢 这一个投票的权利 那他说呢 现在我们除了就是犯错 就是要承受这个刑事责任之外 我们18岁也可以考驾驶执照啊 可以结婚啊 可以呢 就是签合同 或者是入伍军警等等 但是呢 却还不能够就是投票 对 投下自己想要支持的这个人民代议事 所以他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令人百思不解的 他说呢 降低投票年龄呢 其实也是等于呢 给予年轻人权利 而且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呢 就是关心国家的发展 也可以降低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讨论的 就是我国的青年对于政治冷感的这个问题 其实过去从308 505到509 年轻人不再是 我个人的观察 就不再是政治冷感了 那么除了这一个降低投票年龄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包括了这个选民自动登记 那么如果有这个自动登记机制的话呢 那么这些政党就不需要经过麻烦的程序 要去选委会那边 就委任这个助理选民登记官 来负责登记选民的这个工作 那么一旦 这个自动登记的话呢 就能够省下很多的这个麻烦 也能同时鼓励更多人出来投票 像是我个人呢 我非常在意的就是 除了降低投票年龄到18岁之外呢 其实这个自动登记成为选民的话 我觉得也是相当的 我个人是相当的关注啦 我希望呢 这一项政策可以尽快的落实 志封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下一届大选之前 可以落实这两项政策 我觉得这一个政策要落实起来 其实并不会太难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比这一个降低投票年龄更重要的 还包括两项 第一呢 就是选区他必须要重划 因为目前的这个选区呢 是 并不是每票等值 所以我们的这个选区 话来话去话到乱七八糟 所以现在的这一个体制改革委员会呢 应该往这一个选区重划的这个 课题上 下一点功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确保每一票 尽量做到票票等值 而不是说最大的Daman Sara 有整十二万名选民 然后最小的这些 沙拉越州的一些 国会议席呢 就只有三万多选民而已 所以这一些东西 是比降低法定投票年龄来的重要 今天呢 要非常感谢志峰 带我们来关注这一些重点的关键新闻 谢谢志峰 下周一同样时间 主编点新闻 让你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